第二个问题是现在资金都在银行空转 如果开闸放水资金会流向哪里 其实种种事实 种种的数据都告诉你 放水不是我们口中所想的那么简单的一种放水 它的原理和激励本身背后是挺复杂的 不是说一句话 包括那些大V包括经济学家随便讲的 说央行印钞了放水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激励 它里面有货币银行学里面 很基础的一些原理在里面 比如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 包括基础货币和商业银行的 货币的衔接 它是怎么做的 我就是先把这个要搞懂 同时其实这一两年你也看到了 不光是虽然M2和涉容还在增长 对吧 即使这样我们也出现一个通缩的状况 所以说开闸放水 我觉得这四个字不要再轻易说了 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说是开闸放水 就这么简单 如果是一开闸放水 那么简单的话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对不对 也不会出现什么这么失业的问题 经济下行的问题 通缩的问题 其实就说开闸放水 就是刚才咱们主题里面讲到的 四月份涉容的负增长 从这点咱们也能看出来了 对不对 如果开闸放水那么简单的话 四月份的涉容也不会出现负增长 整个涉容也不会萎缩了 对不对 下一个问题 在现状下 家庭资产配置方向和比例 国内在温和提高通胀 抗通胀的方法简单介绍 大动商品走势 特别是化工类大动商品 在现状下 家庭资产配置的方向和比例 这个我们之前 其实应该也讲过 就是现在目前是握股 境内资产主要是现金为王 主要是现金为王 就不要做任何的投资 做任何的投资 这个是一句实话 也确实对应现在经济周期的 一个比较现实的一种方法 因为现在你投什么都是亏 不管是投实业 不管是投房子 哪怕是投股票 投什么都是亏 所以说现阶段 在境内的资产 你就老老实实的 现金为王 流动性好一点 现金为王 不要追求什么收益率 有两个点保本就可以了 如果是能境外资产配置的话 就尽量做一些境外资产配置 境外资产配置 国内拖而不举 是前年延续至今的策略 从经济政治格局的角度 有哪些因素可能会推动 国内走出拖而不举 走向权力刺激 说实在的 你说权力刺激这么多年 哪一年没在刺激 都在用力刺激 不管是那三年的疫情也好 还是去年也好 哪一年没有刺激 你说 你想达到的这种刺激 权力刺激 是什么样一种权力刺激 你觉得什么样的一种状况 是权力刺激 如果再下一步的权力刺激 非常明确的讲 就是非常规货币政策 但是这个东西 它是个双刃线 肯定是很谨慎使用的 否则要不然也不用 就是一直持续到现在 还没有搞 对不对 就是这个债务的货币化 赤字货币化这些 那肯定是大杀器 对吧 如果就轻易不能用 用了的话 肯定也是双刃剑 伤害也是很大的 对吧 对于币值稳定的伤害 等等 因为我讲过 我就是中国 立国之本核心是世界工厂 就世界工厂不能丢 那世界工厂的话 确实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币值 是吧 如果你货币贬值 预期贵强烈 币值不太稳定的话 那你对制造业 其实冲击也是很大的 对吧 对世界工厂冲击很大的 所以说这个是 两相其害取其轻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 你要说是常规状态下的刺激 我觉得这些年一直在刺激 也从来没停过 然后你要说 走向一个非常规的刺激的话 我觉得那个是 就是说不是青年 我们就是愿意那样去做的一个事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那我们下期再见